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2019年已经到来,从1月1日开始,要执行的新规还是很多, 比如之前大家曾吐槽多次的手机异地相互服务,将正式开始执行, 而工信部也是要求运营商,必须及时跟进相关工作。 现在,中国移动,中国联通,中国电信都表示,从2019年1月1日开始, 在全国正式提供手机异地相互服务。 之前用户想要消耗要怎么做? 之前用户想要去消耗过程不适。 一般的繁琐,通常必须由机主本人持身份证元件, 回号码归属省份办理,或将本人身份证元件, 和委托授权书,寄送给异地亲友,由亲友前往相应营业厅办理。 手机异地相互服务,目前是什么情况? 从公布的规定来看,目前三大运营商, 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中,推行手机号异地相互业务, 不过由于新规刚开始执行,所以这项服务,还不是马上就能办好的, 如果要求实时办理,则需要省间系统打通, 带办方营业厅,可获得用户全部开户信息及实时的消费信息, 但这都需要时间。 具体来说,中国移动,中国电信的部分营业厅, 可以带用户申请办理异地相互, 不过你需要等待几天,因为这不是当场就能办理的, 而中国联通则是部分地区支持手机营业厅方式, 办理相关业务,而这个范围正在逐步扩大。 三大运营商异地补卡、消耗, 根据力度其实手机号异地消互业务之前运营商已经在小贩, 之前尚未完全打通, 所以不支持异地合认用户姓名、产品套餐、合约计划、账单、预存款、欠费等消互信息, 而现在他们已经在加速推进这个工作了。 为什么异地补卡、消耗难执行? 其实异地补卡、消耗, 这应该是运营商最基本支持的服务, 但是有媒体调查后发现, 这个老大男的问题, 主要还是通信运营商的技术能力限制, 集团公司的考核压力和武力可图等因素造成。 对此,公信不给出的。 通告也指出, 异地消耗难的一个原因是, 需要跨区域、跨系统、 对客户资料核实, 而数据跨省打通, 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, 所以前期推进比较缓慢, 目前, 运营商已经在内部优化这个问题, 所以技术上的困难基本会解决了。 同时公信部也坦言, 消耗过程中用户借物取消、 转移等流程, 需要运营商花费大量人力和技术进行推进, 所以就比较耗时。 转自腾讯科技。